局制室网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看到一个这个人口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网址 我觉得特别有用 我就把这个网站上面的信息跟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我也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 放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面 就是你自己可以保存一下 如果你觉得有用 我们一般做防短投资 就是说短期看政策 中期看土地 长期看人口 然后一般我们都建议房产投资是长期投资的 所以人口对我们房产投资特别重要 那你有的时候就说 我到这个地方投资 因为人口增加特别多 那这个人口又分好人口和坏人口 就比方说相对年轻的高资的 这些人口进来 这个房价潜力就大 那退休的呢 就是影响就没有年轻人影响那么好 那如果这块地方是那个 就是那个难民安置地 然后你说人口增加很多 但你一看那块增加的人口都是难民 也可能对你这房价不但不升 可能还降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内容 就这样一个网站 它是2020年人口普查的这个一个数据 他就这样做了图表 先看就是他这个人口的密度 就是说颜色越深的地方 人口密度越大 比方说最深最深的 他那个地方每平方 每平方卖会有一万个 一万个或以上的人 然后最黄最黄的人 可能每平方卖 他可能只有啊 低于50个人啊 那我现在因为我只关心乔治亚州 亚特兰大 所以我们只看乔治亚州的数据 我把这块乔治亚州的放大 它是有那个细节的 就一块一块 它按照这个puzzle来的 然后我现在调到乔治亚州 我现在就是我只看亚特兰大 然后具体到某一块的时候 你把这鼠标放在这 你看他有最小最小的这个行政单位 你在每一块的时候 你一点他的数据都会出来了 他告诉你这块的人口密度是多少 总共的人口是多少 然后在这一块的这个土地面积是多大 他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数据都来了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你买房子 你把你要买房的那个地址 对应在这上面的地址 这上面的人口数据都出来了 是最小最小的分块的数据都有了 这是人口 所以你一般你买房子在什么地方买呀 肯定是人口密度最大的这个地方 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你去买那块肯定是需求高 涨幅肯定是好的 这是看人口 那这上面它有很多 它一个是这个人口 还有一个是这样种族 还有一些是这个混 就是那种混血的 按照混血的这个分 还有一些是这种西班牙裔的起源 还有是这种住房 住房的情况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避难的 政府救济的这些住房 这些信息 那我们现在下一个看这个种族啊 这个亚特兰大的数据就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呢 现在是白人的比例 你按照这个你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的 它最小的就平均两脉之内的 这个白人的比例 它就都给你了 那你想看这种黑人的比例 你一点 它这个黑人的比例就出来了 你如果想看这些亚裔的比例 因为相对来说 白人可能对房价有促进作用 然后最有促进作用的可能是亚裔 你整个在亚特兰大这看 你看哪块亚裔最多 那这块你知道 一定是学取又好 环境又好 房价又高的 那它这个也是按照 最好最小的行政单位 它给你列出这个数据了 我因为看这个 我会意外的发现 这个亚裔不是就有些在郊区的地方 比方我看啊 在郊区有一些地方挺远的地方 它这个亚裔比人口也挺多的 就在亚特兰纳就比方说 黄金山脚区 还有一些在这种好学区的地方 我知道的地方亚裔多 那有一些在这个郊区很远的地方 亚裔也多的 那亚裔多的地方房价相对来说也是挺好的 然后这是人种的情况 我可能会看白人 我会看黑人 我会看亚裔 然后你想买房的那一块你能找到的 你能查到他们的数据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看这个豪行 这豪行呢 就整个住房的情况 它是告诉你 就是说在这些地方 每个地方这个房子里面住人的这个数据 比方说有的地方像你看这种深颜色的 就是90%以上的住房都有人住的 那有一些呢 比方说这种颜色最浅的是 85%以下的就是他的房子入住率是低于85%的 那我知道就比方说弗洛里达你看它是低于85%的 因为很多人把弗洛里达是当度假屋的 就有很多人买房在弗洛里达是度假的 所以这个空你能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一个地方你去查他这个数据 如果他那块空房特别多 就比方说超过15% 然后那块你又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 他为什么这么控制力这么高 那你就知道那块是有问题的 因为房子空的就说明他要么卖不出去 要他要么租不出去 就是平均到每两个mile都有数据 你想查你买房子那块的那个数据 你在这上面一点能点到那个最小的那个块 你能找到那个数据 然后一般我们肯定是希望这块入住率越高 空房越低 我们肯定是喜欢买的那种地方了 空置率高呢那种治安就会有问题 坏人呢黑帮就会到到那空房里头会去闹事 然后空房多呢就潜在的你知道 可能不好卖可能不好租 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下一个呢是这种group quarter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住在政府安置的房子里的这些人 那我们就可以想成是那种避难的或者是低收入的贫困人呢 那这些人呢也会影响房价 就比方说我看到乔治亚州 你看乔治亚州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的 他这个比方说全美国这个住房比例是占2.5% 乔治亚州是低于1.5%的 你看这个颜色 但是你还是放大看 因为我们就说房地产是微观经济嘛 location location 你具体要到你买房子的那块 你看乔治亚州 整个州是最低的低于1.5% 但是你把图放得很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的比例很高的 就比方说这个地方 它的比例可能就是percentage是占2% 这个地方percentage它占了30.2% 有些颜色特别审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住房 30%是给这种低收入或者是难民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很有用的一个表格 因为你就知道这个房产投资 就是房产的价格受什么有奖啊 近期短期靠政策 中期靠土地 长期靠人口 你如果想长期投资的话 你这个表格对你很重要 你能了解到人口的数据信息 但是这里都没有人口增长的这个曲线 你如果再能找到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 可能就更好了 那在这个网站里头 我觉得很重要的信息 人口 每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种 你去看你要买房那个地方的人种 还有就是那个地方的房屋入住率 这个housing入住率很重要 还有就是在那块 做住到政府提供的 救助房里的人口比例 这个对你的房价也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呢 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地方 人口的增加增长比例 有的地方你看 它是人口特别高的 但是可能它人口是逐年下降的 那这个对房价也是不好的 但是在这个表格上没有体现 就是它有它的局限啊 但至少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能够提供就你买房那块的具体的信息 就是很实用的一个网站 那我这一期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网站 那我讲的好不好不重要 你到我们的视频的标题下面 把这个链接保存起来 这样你在每个地方买房的时候呢 你都看一下这个网站上的数据信息 就这个对你是应该有帮助的 好那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希望我分享的对你有用